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講這個 九二的大地檔到民主在萬二十年 過去的疫情 在南部的 雲山短暫會來發行到大地檔 本地這個短暫的 範圍好像到民鄉車站 不過最近這幾年來 學者來分析到 土壤液化跟土壤底的結果 發現這個短暫的範圍 國翁世平延伸到新港附近 這個發現讓民眾開始煩惱 學者是說 現在建局的內進度都比較慘 只要平時注意就好 不必太緊張 九二的大地檔 財貨經常就要萬二十年了 那是讓人沒辦法放不去 當然會怕 南邊的雲山短暫 一直是學者所關心的重點記憶 一直失去 占對雲山短暫的記錄到上 漂十次短暫會只有到民鄉車站 但是學者透過分析途中以後 還有土壤底的故作 認為對關本的民鄉車站 現在已經往西平延伸到新港附近 用一些資料 用一些證據來推論 就是說這個其實它是可能 它應該是已經延伸到新港這個地方來 我們就沿著在這個帶狀的分別做了很多的測點 然後發覺這個地方呢 它會形成土壤液化的條件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跟美山斷層應該就是有關係的 總共的地檔是沒辦法以後 但是民眾可以放心 因為現在很多建局物來進度都加強 老實的建局也漸漸渡態 這也有建局物剛在地檔後 因為土壤的化 倒下去的可能性是大大關係 不過也要是要提起民眾 像這公司的勞工 那就是方位行傷勢重點的問題 也要注意 這些人在災害來的時候 有好感到傷害的可能性